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中国年轻人面对的食品安全问题 就是现在你不管你只要在中国生活,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你不管想吃什么 你都能点到外卖,或者你都能找到这个餐馆 就看起来就是说吃的很多啊,吃的很丰富 看起来是这样啊,其实不是这样 很多中国年轻人都是在慢性自杀 为啥?就是现在接触最多的就是外卖平台 为啥说这个外卖平台呢,因为你要知道餐饮行业 它是个利益驱动下的一个产业 所以说为啥做餐饮一定要有道德呢 就是我商家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为了慈善 他不是为了以前像那种皇帝出来开粥铺救济灾民一样 我不是为了做慈善,我才给你弄吃的 我是为了赚钱,而且我是为了明确的就是赚你钱,我才来的 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利益驱动下的一个产业背后 那么商家一定是净利控制成本的 那么外卖平台呢,又是这个餐饮行业里面的一个奇葩 因为它那个内卷程度啊,还有这个疯狂的这个比拼程度啊 已经超过了普通的这个实体餐饮行业 他为了那个,比如说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这个店铺 让更多的人能点他这个外卖 他肯定就是说花大价钱去宣传 把他这个榜拉到前面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包装啊,在这个什么什么的装修上肯定是下进了工夫 但是这很奇怪是就是一份外卖 比如点的热销榜前面的 都特别便宜 十几二十几对吧,你就能点到一份就是饭啊,面啊什么的 你看着感觉没问题啊 但你想想看就是说 平台要抽一部分钱 外卖小哥要抽一部分钱 对吧,然后商家进原材料要一部分钱 商家运营之店铺要一部分钱 那么这个把这个产品包装了 对外宣传还要一部分钱 那这么多人在分这么十几二十块钱 那最后商家赚什么钱啊 也别赚钱了,对吧 所以在这个外卖平台上 能,唯一能减的是啥 你想想看,平台外卖小哥的钱 减不了,对吧,那是固定的 原材料的钱能不能减呢 我们先看一看,对吧 这个人员,房租,成本 这减不了,对吧 包装钱能不能减呢 你乍一看感觉能减啊 但是说在这个外卖平台上那么绝 你不宣传,你不把这个包装 对吧,图设计的好看一些 包装的滑丽一些 那别人就不点你了,对不对 所以唯一能减的就是啥 唯一能减的就是说这个原材料价格 所以可想而知啊 这原材料都是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大家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的什么 那个快餐,那个外卖小哥曝光的话 就能看到 就是一个是产品质量真差 二个是这个 这个制作 制作环境啊 太恶劣 太恶劣 所以这个和中国年轻人接触最多的这个外卖平台 对吧 变成了给主要中国年轻人共犯的一个 一个渠道 那你想看 那么多年轻人天天吃这些东西 他长期以往身体能好吗 对吧 身体必然好不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普遍啊 没有一个食品安全意识 这学校不会教的 学校不会教你说该吃什么 该怎么吃的 不会教你 所以说导致大部分年轻人 他不知道吃什么是好的 吃什么是对他身体不好的 我那天看一个那个 专门做营养学科普的这个老师讲的 大部分年轻人吃东西有个特点是啥 能量高 营养低 啥 每天吃的那个比如米粉啊 对吧 薯片啊 奶茶呀 然后饼干呀 蛋糕啊 然后这些东西啊 你看起来食品种类很丰富 能搞出成千上百种花样 但实际上 这些东西都是能量特别高 营养价值特别低的东西 对吧 但是你吃了以后 你肚子饱了呀 对吧 但是你肚子饱了以后 你身体里的营养跟不上 对吧 就会导致年轻人就是身体越来越虚 越来越不对头 所以说你看啊 这几年的这个 你但凡身边有朋友是医生啊 或者家里面有人是这个在医院工作的 你都能了解到 就是现在这种奇怪的疾病啊 越来越偏向于年轻化 你也不知道为啥 就是很多病很奇怪 你找不出原因 对吧 治病原因很综合 你找不着 但是就越来越年轻化 这跟吃的绝对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 就是说这个食品安全 你看 你看起来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啊 它其实它和医疗问题紧密连接 这么多年轻人 年轻的时候都在 对吧 努力赚钱打拼 对吃这个东西的 实际上不是非常主意 就主要是满足那个口服之余 就我说句实话 就年轻人 不光是年轻人 除了生病的人 很多生病的人以外 大家对自己的身体都不是很爱惜的 你根本就不会在意自己身体怎样 对吧 你要不然你就不会熬夜了 对吧 要不你就不会那个 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去交换一些东西了 你就是 你说白了就是不爱惜自己身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不知道这个吃 吃这些东西对你的身体的危害 你长期以往吃下去以后 那必然到这个结果就是憋出个大饼来 就是我们每天吃下去的东西 如果你三餐正常吃的话 每天大概摄取的有两万多种化合物 那我们 我们在这个两万多种化合物里面 只研究 只研究透了一小部分 研究透了以后 给它归类叫什么 那个蛋白质啊 对吧 维生素B 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E 对吧 矿物质 这些研究透了给它归类清楚了 也就那么 那么几种 个别的 对吧 那其他的 还有那么庞大的种类 我们都不知道 你再看看那些 比如说 维生素B 你查查介绍 维生素C 它参与了体内上百种酶的这个 这个反应 所以说 就拿我们没研究透那些东西来说 你那些 那些东西你每天都没吃着 你身体还长期这样坚持下去 那必然导致什么呀 你必然导致你身体里面 很多的酶 或者很多未知的东西 它的活性是降低的 好 一两天不要紧 长此以往 五年 十年 十五年下来 你框肌 你肯定就憋个大病 对吧 你不可能说 吃个十五年 比如说不干净的东西 你憋手感冒 那不太可能 这种东西 要憋就是憋个大病 好 我们再看 但凡年轻人 生了一些这个大病以后 虽然说医保 对吧 很好 可以把我们 抵掉一些 但是你一旦生了大病以后 这帮不了你的 医保能帮到你所有吗 但凡明白点的年轻人都知道 你一旦生了什么大病 癌症什么的 你基本上 你要是家里面没房 没钱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个等死的状态了 对吧 而且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 你除了医保以外 你是没有商业保险的 所以说你在遇到这种大疾病的时候 你框记一下 就是个天大的灾难 所以说我听那个 那个 那个讲营养学的那个 教授讲得特别好 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尽量吃一些圆形食物 对吧 能看到它长什么样的 那个鸡腿就是鸡腿 对吧 然后土豆呢 就是吃土豆 别吃薯片 对吧 然后这个 吃这个东西 吃米就吃米 别吃米粉 都是精加工的 对吧 这看起来其实挺难的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归根结底啊 它反映的不是个食物问题 它反映的就是说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爱自己 有没有真正的注意到自己啊 有没有真正的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和感受啊 你但凡注意不到的话 你不可能长期坚持这样 吃这种比较健康的食物 对吧 偶尔吃没关系啊 大家都说现代人 又不是山顶多人 对吧 你天天吃个 吃那个很原始的 不可能 咱们也要social 对吧 该吃的东西不可避免的 还是会吃 只是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考虑 还是要尽量吃原型食物 对吧 要不然以后这个问题真的是 很堪忧 很堪忧的 这个我就是对这个食品安全的一点感想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的 想说的话还可以补充 好 我是小爱 我爱你 我们下次再见 我会认为你